蛤 他顯示幽靈車錄影下載失敗 什麼意思啊 網路不好嗎 可惜應該要畫一道完美的補線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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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這真的需要底盤嗎 呵呵呵 這原廠就這麼好開了 這就是本田黑科技吧 可以稍微晚一點再拉手煞車 你們知道漫遊者嗎 漫遊者不是他去澳洲就要跟這台車比嗎 漫遊者好像要開 1.9 1.9的代 然後 對手就是這台車的樣子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啦 好像有提到NSS 好像有提到NSS 不知道是不是 同型號的 也就是說 假設是同型號的 那這遊戲只要再出一個EVO9代 漫遊者就可以那個了 他就可以 直接重現他的這個 比賽畫面 那會不會更加的引起他的共鳴 這真的是超級甩尾車 超級甩尾車 2分04秒 196 大家可以幫我記一下 好我們去掏一下TNG底盤 其實我本來沒有很喜歡這台車的外型 因為我真的覺得他屁股 那個後車箱太大了 我知道有人告訴我 他是要拿來裝那個 高爾夫球桿 就是整個球具 球具套組的時候 唉唷 反正就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對這台車改觀了 本天真的是瘋子 這台車當初設計來 應該不是哪來 給民用的吧 他的這個型 感覺就是 好像就是要下賽道的 他居然還為了要 可以增加那個 高爾夫球具的這個 空間 然後去加大他的PP 真的很誇張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這動態 但他就是 更好開了 說 說不上來 為什麼會這樣 變好開 本來就好開了 然後又更好開 為什麼 平轉嗎 出在哪裡 平轉不會太黏 我發現 我們一開始前面那邊的時候 不是 有一個左右左右平轉的 在前半段的時候 那個左右左右平轉 我 在打的時候他變得沒那麼黏 我要反打速度變快 但是同樣的就是 當你打到底的時候 平轉沒有原本的那個那麼強 原本那個就是太強 我講的就是原場 原場的會太強 然後會黏住 所以有時候你反打的時候會比較吃力一點 如果說你有打死的話 但是速度好像沒有比較快對不對 喔 確實是成績也變好了 這個手感還蠻明顯的 即使是已經這麼好開的車了 套了個底盤 他的手感還可以再做優化 大家可以去反覆的去比較看看 一開始在左右平轉那邊 我打的力道其實都一樣 我沒有特別去修 我都是左打到底 右打到底這樣子 然後我有發現就是 調教過後的 我們在前面平轉的時候 我打到底了 但他平轉沒有那麼強 但是反過來說 我反打的時候 他更快就回正了 不會因為我打到底而黏得太久 所以動態就變好了 因為我可以及時去做修正 因為雖然說平轉變弱了一點 但事實上 過那個假彎是完全沒有問題 很夠 剛剛好可以過 所以就讓那個平轉變得更加剛好 不會太多 這是我覺得最明顯的感受 那甩尾動態我有點沒辦法解釋 反正就是 比較不會外拋的感覺 但有可能是我煞車才比較多 反正我覺得手感就是有提升啊 成績確實也變快了 還是那句話嘛 反正不用錢 反正不用錢 你們就去試試看 作品編號 0011A18F 這是TNG工坊的TOKI 針對我這台兩接25改的NSS去調的底盤 夥伴們可以直接一鍵套用 接著附上調教數據 學調高度 前輪-40 後輪-56 學調輕腳 前輪0 後輪1 車輪輪距 前輪25 後輪35 車輪寬度 前輪2-5 後輪10-5 車輪直徑 前輪110 後輪110 搭配改裝密碼23232 Honda NSS97 這台素有東銀法拉利之稱的跑車 之前參加Google Play 線下表演賽活動的時候 漫遊者就親自為我詳細介紹了這台NSS背後偉大的故事 整段的大意應該是這樣 我跟你說 笨田就是個瘋子 那在巔峰級數裡就比較可惜一點 NSS的操架手感非常好 無論是平轉還是衰微動態都恰到好處 當然就是有種開不快的感覺 無論是出彎速度還是直線 都沒有辦法像保時捷992 賓士S6-63 法拉里羅馬那樣很勁爆的感覺 但不管怎麼樣 NSS絕對是很多人的信仰 希望未來會有增強的那一天 那麼本期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幫我點贊加關注 並分享給你的好夥伴 我是水達 感謝你